马斯克输惨了 打败他的还是当初瞧不起的比亚迪 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 2023年特斯拉年销量达到了180万辆 比上一年增长了38% 实现了年初立下的小目标 按道理来说 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时刻吧 但马斯克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们的股价不但没有增长 反而一夜之间暴跌了324亿美元 这可是美元呢 相当于2300亿人民币 马斯克尴尬的说 我们不是汽车企业 是机器人公司 好家伙 特斯拉都被马斯克亲自开出汽车阻击了 你让那些特分怎么办 难道以后跟别人吵架说 特斯拉不是汽车 而是机器人 我估计别人听了都得懵啊 为什么销量上去了 股价反而跌了呢 其实真不是特斯拉的错 要怪就怪比亚迪 因为比亚迪的表现太出色了 去年不仅卖出去了300多万辆 增幅高达62% 而且第四季度的纯电车型 也首次超过特斯拉 这就让华尔街的资本家们很是惊讶 要知道 特斯拉可是他们的宠儿 在他们的支持下 股价高达7000多亿美元 而比亚迪的股价才5000多亿人民币 按照汇率换算 两家企业的市值相差了7倍左右 这明显是反禅时 哪有下量高的企业股价反而更低啊 于是美国的一些看工机构 这两天一直都在唱衰特斯拉 认为他们的股价虚高 这种观点其实很早就有了 当初特斯拉市值飙到1万亿美元的时候 就有美国企业说虚高太多了 特斯拉每年的盈利才几十亿美元 市盈率接近100倍 明显的不合理啊 不过当时特斯拉却是非常能打 纯电车型销量全球遥遥领先 大部分人都觉得 这是看工机构在故意抹黑特斯拉 在他们看来 苹果的市值都可以达到万亿美元 汽车产业规模更大 为啥就不能有这么高市值企业的出现呢 至于盈利额 只要特斯拉能保持这个发展速度 那么早晚可以和苹果一样 这么一忽悠 很多人就真心了 毕竟股票嘛 买的不就是一个未来生殖空间嘛 因此特斯拉的股价虽然有些下滑 但它还是坚挺在大几千亿的范围内 可现在完全不同了 比亚迪横空出世 销量碾压了特斯拉 大家这才发现 原来中国比亚迪完全可以和特斯拉正面硬钢啊 不仅销量上全面超越 而且技术储备更强 就连特斯拉自己都要用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特斯拉市值可以大几千亿美元 那比亚迪应该值多少呢 是不是也是几千亿美元呢 更让投资者们担心的是 特斯拉的模式好像也出现了问题 特斯拉的车型非常少 主要销量就是依靠Model 3和Model Y来支撑 这种路线和苹果有点相似 就是依靠技术走精品路线 这个战略在早期时却神牛 特斯拉的技术和成本都比较有优势 抢占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还时不时降点价 打价格债 然而马斯克的路总歪了呀 在马斯克的理念里 未来汽车拼的不单单是技术 还有成本 因此他把主要的技术提升都放在了工厂里 比如工业机器人能减少人工成本 用一体化压住机减少流程成本 甚至把广告都去了 减少训传成本 在汽车上的提升反而没多少了 车型好几年都没有大的更新 人家苹果好歹早期时一直在卷技术 站稳市场后才开始搞供应链 你这倒好 还没站立市场呢 就已经开始躺平了 结果自然就让很多人失望了 尤其是在智能化上 特斯拉提升的速度明显落后中国品牌 比亚迪呢 就不说他们雄厚的技术积累了 单说产品矩阵就让人眼花缭乱了 低端的有王朝系列 中端的有海事护卫舰系列 高端的也有百万级的仰望系列 基本覆盖了轿车 SUV 卡车 大巴等等所有车型 不论消费者想要什么车型 比亚迪都有布局 这也是比亚迪能爆发的原因 去年比亚迪还购买了轮船 在欧洲布局工厂 预计今年比亚迪将在全球与特斯拉展开竞争 这就是特斯拉投资者们担心的 因为特斯拉还不是苹果 就得了苹果的病